文杰广播经转会大审 马上就去转会市场上的事件 第一个要说的就是 上季修咸顿就踢到要降班 榜尾 但是他们陈宗有几位的球员 广受关注的 包括了这一位 转头了修咸顿 成为了德国国家队的成员 他抢的 因为这位球员的身体硬件非常出色 他就是德国国局中坚比拿确查 根据法国队报道 法甲的竞女摩纳哥 已经和这位21岁的德国国家队中坚 取得到联系 同时多支的德甲球队 也对比拿确查有兴趣 同样他和拉维亚 都将会很难见到 会跟随着修咸顿 降到英贯 同样是来自于 这些钢班球队列斯联 德国的中坚高智 亦都已经转头了去法兰克福 继续和一些德国 或者德甲球员有关的事件 接着这一位 都是加盟法兰克福的 这一位都肯定是一位猛将 作为德国的权威足球媒体 踢球者 评选为上个球归 后半段 即下半季 最佳的防守中场球员 他就是特尼西亚国家队的成员 施希利 最终他决定以自由身 加盟去法兰克福 现年28岁的施希利 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德甲球员 拥有国家队上阵的次数 亦不少 算一算 他之前是效力科隆 一共是科隆上阵 133场入了20个球 入球率不差 国家队那方面 上阵过43次 亦射入过3个球 尽管无论是国内或国外的其他球会 亦提供了一个不错的合约报价 但他仍然是选择法兰克福 斯希利的加盟 将会成为法兰克福阵中一个很重要的球员 甚至有媒体形容他 将会成为法兰克福中场的一个切拍器 那会不会取代这个联田大地的功能呢 其实不单止法兰克福 国际米兰 西维尔 亦都对斯希利 开出了一个报价 但是这位特尼西亚国脚 仍然是选择了法兰克福 接下来说的都是转 但是转logo 说的是西甲 由于得到EA Sport的赞助关系 西甲的logo标志 大家可能去找一些数据 咦 突然好像不见了 其实是在的 不过 logo 转了 大家要适应一下习惯一下 就是变成这样的 西甲下个球季 将会由EA Sport 冠名赞助 官方的logo 亦都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这个赞助费每年高达3000万欧元 期望西甲的联盟 希望可以得到新的冠名赞助之后 令到西甲本身的联赛更加国际化 更加受到年轻人的关注 好 接下来的转会消息 又要再说大巴黎 之前也说过这两位球员的转会加盟 不过现在正式官宣落实 首先第一位是斯洛佛克的国脚 史坚尼亚 史坚尼亚今个夏天 以自由新的身份加盟 这个大巴黎 双方签约了一份为期五年的合约 年薪是900万欧元 据报史坚尼亚 个人可以得到2000万欧元的签字费 哇 免签加盟 就是有这一项的好处 史坚尼亚2017年 从森多利亚加盟国际米兰 为球队下落了六个球季 帮助国际米兰 2018年重返了欧冠的赛场 在过去的三个球季 拿过一次尔甲 两次的意大利杯 两次的意大利超级杯 等等在内的五个冠军奖杯 也伴随着国际米兰 打入过欧巴和欧冠的决赛 他一共为国际米兰 出场过246次 射入了11个球 不过他离开国际米兰 那方面 大家搞得有些不太开心 一边口口声声 向国米保证 一定会续约 表示自己的忠诚 其实另外一边 已经跟大巴黎谈好了 转会事项 所以 有些国米的球迷 会觉得 史堅尼亚是一个叛徒 另外一位 就是阿辛斯奥 跟史堅尼亚一样 阿辛斯奥 都是以自由身份 加盟大巴黎 雙方签订一份 为期三年的合约 咦? 对阿辛斯奥的信心 不是很强烈 阿辛斯奥的年薪 阿辛将会达到一千万欧元的同事 会获得一千五百万欧元的签字费 哇! 真是便宜了 由于美斯离开了大巴黎 很多主观愿望 都认为阿辛斯奥 将会取代他的位置 但是呢 除了技术之外 你本身的发费 是否稳定呢 身体健康状况 也很重要 这方面 我会觉得阿辛斯奥 过去这么多年来 比我们的观感 是比较弱的一环 不过随着西班牙教授 在安力基上任 会不会对他的发挥 或者对他的重用程度 会有些加持呢? 由于2019年的时候 一次的热身赛受到重伤 伏出之后 似乎阿辛斯奥 没有过去的膽色 速度 或者可以叫做灵活性 所以王家马得利 逐渐沦为一个 半政选之间的球员 七年下来 总共为王马出战285场比赛 入过61个球 有32次的助攻 当然了 在成绩表上 他相当美满 三次的世甲冠军 三次的欧冠冠军 四次的世界冠军 球会杯冠军 等等 在内的17个冠军奖 讲阿辛斯奥 我讲到王马 讲到王马 又要讲一下 不如他们今个夏季的专会 接班的工作 都做得真的挺好的 王家马得利 这个夏天 賓斯马就离开了 去了沙特阿拉伯 另外阿辛斯奥 也去了大巴黎 但是他们不断地入货 除了官宣 这个来自A.C.米兰 即是外借回收的迪阿斯 另外有比林涵的加盟 再加上有老将的中锋 高大的中锋 祖斯奴 另外再加上 回收法兰加西亚等等 王马也都官宣了 第五笔的签约 就是你知道土耳其 菲林巴士 现年18岁 我这几集都有不断说的 艾達古拿 3000万欧元出道 本身说菲林巴士 和他设定的 违约金条款 是1750万 之前都说给到2000万 2000万 是的 都已经固定的转会 另外再加上 1000万的浮动条款 合共3000万 雙方签约6年 现在才18岁 真有时间 我常常跟身边的朋友说 看看艾達古拿 他的球球真的很好看 看球王片 真的非常球王 原因很简单 有一个美斯 这个是土耳其美斯 根据德国转会市场 计算出来的身价 本身就是600万欧元 600万欧元 U18的球员 当中他只是排第四位 我没有找前三位 因为去到最后的转会费 你都知道是不止的 他脚下的功夫很厉害 前面中前场也有十足的创造力 可以适应逆锋的位置 也可以适应进攻中场位置 或者二前锋的位置 基本上整个攻击线上 都比他玩了 上个球队 他为费林巴尔出赛了35场球 一共是6个入球 7个助攻 以从艾達古拿 加盟 其实之前我也一直想说这个点 比如现在在这一集 去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看法 王家马得利 近几年里 在逐步接班 无论你看看 现在已经以城大戏的维尼素斯 洛迪高这些 非得利高华为迪 总总都是从之前 在球会上吸纳过来 还未打出名气 还未打出身价 慢慢符役得到他们成长 黏着一班超级巨星 例如之前的宾斯马 现在还在阵中的摩迪力 却奥斯等等 辅助他们成长最新的一个 已经是高价加盟 但也踢出一个 十分之多元化 令到皇马可以的灵活调动性更加强大的 例如卡马云加这些 逐步按步就班 去涵接到对波 就不会出现到像巴塞龙拿走三四季 突然间断层 没有人能承接到的 所以我很欣赏皇马这个逐步的 涵接方式 现在如果艾达古拿又踢出他的水准 按他的技术水平的话 前线又多元可靠的猛将 你算下去是差过中锋位 相信大家都很难想像 这个33岁的祖斯路 虽然他最近也入选了西班牙国家队 他四场补入三球 但毕竟他的级数和质数 可能有别 也在过去的祖斯路 效力英超的士督成 再加上纽卡数 也不是太过成功的 到底他在皇马可以发挥到多少 在西甲的赛场 要用他什么呢 或者放回欧冠的赛场 又够不够级数呢 所以大家一直在想 皇马未止的 一定还会入多个射手 究竟会是哪一位呢 会不会 现在呢 这么看 哈利贾尼 拜仁一直都觉得自己很有希望 要签了他 现在 麦巴比那里 你再给他两个星期限期 我顶楼给你去到七月底 你要决定 但会不会阻碍了你 皇家马得尼自己的祖君的步伐呢 会不会 就是我这样说 哈利贾尼突然之间 皇马会快速地出手 那说到西甲呢 也要说说 皇家马得尼隔离那间球会 就是马得尼体育会 得到这个车路士 愿意提早和艾斯比利古达 提前结束一年的合约 可能就是 对于这些公分战胀 其实呢 有个体面的处理 体量的处理 我也觉得是好的 艾斯比利古达也想回到西甲 因为家人的原因 本来是跟国际米兰谈好的 结果 最近一个官宣的视频 他自己要离开 他自己也是 傻到落泪 感动的 那么长时间 效力车路士 车路士这方面 也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的 免签加盟了去这个 马得尼体育会 不过呢 双方就只是签了合约一年 凭着他的经验 和一个不错的身体 质素状态 相信 那种踢法 应该很適合施蒙尼 其实施蒙尼是随着加比 高丁 这些比较硬朗一点 叫做铁血型的 防守类型的球员 离开了之后 所以马体会 其实都已经 执不上那种 那么坚固的防务 我自己个人看上去 就是了 艾斯比利古达 会不会呢 因为老将也是一个 在这方面的 精神态度上 会不会是一个 很好的承接者 好了 这个时候 我们又数一数 欧洲五大联赛 还有其他一些比较重点的转会 先讲讲西甲 西甲那边 马体会的中场 光道比亚 以690万英镑的价钱 转投马赛 另外 蘇温祖 这支钢班的球队 是来自里斯特城 免费 加盟 这个马德利体育会 看看他去到马体会的发挥 如何 好了 说法甲方面 先是有蓝特的中场球员 巴拉斯 以1280万英镑的价钱 转投雷因 另外 安迪迪奥夫 从巴塑尔转投朗斯 价值是1290万英镑 还有 曉高伊基迪 由蓝斯转投巴黎 聖日尔门 2400万英镑 不过 其实上届已经加盟了巴黎 今届只不过是买拳 好了 看看德甲方面 泰亚高 湯马斯 从斯波廷加盟 和夫斯堡 新价是680万英镑 不过他上季 外借了史特加 这位球员 今届转投去和夫斯堡 另外再看看英超方面 白礼顿 就从安德烈治 引入荷兰的文章 巴特·云布金 1630万英镑 解解白礼顿 本身有 羅伯山齐氏 也有史迪尔 兩位都表现不错 再引入这位云布金 到底是想些什麽呢 教练的迪沙比 迪沙比 迪沙比向外宣布 迪沙比将会是今届一个 重要的收口 好 接着说回沙特阿拉伯 沙特阿拉伯肯定是今个夏天 转会枪中的主要角色 今次讲艾纳斯 艾纳斯 艾纳斯姐目前在斯朗拿到效力 那一队 换了一个教练 要有一个新的教练 这位教练是来自葡萄牙的 和斯朗同声同气 这位教练是现年61岁的 鲁尔斯卡斯道 之前执教过一些葡萄球队 例如波图 也执教过乌克兰的竞女 薩克达 刚刚来到艾纳斯之前 就是领导巴西球队 保地花高 目前在巴格那里 是排名榜首的 拦腰截断 立了他过来 据问艾纳斯给他的薪金 就是750万欧元的年薪 接着就回到今集的两大主题 首先第一个就是先讲 曼联和国际米兰之间的关系 就是满章的奥兰娜 怎样可以聘请到他加盟 因为他用波的能力非常出色 可能坦克达就很喜欢这类型的门将 据报现在4500万 加500万欧元的转会费 但国际米兰就少了崩也不行 说要6000万 但看下没有机会回价 5000万去到再加500万 浮动条款可以成交到 希望快点 这个快点之余 近两天传出一宗这样的消息 因为来自蒲和红转 J-Lead的搜门员 就是这个寧木彩艳 据报曼联会出价500万英镑 去收购这位门将 关于迪基亚方面 迪基亚过去是很有功劳 但随着他近年的水平 其实有些更多 呈现不稳的下滑 作为一家球会的发展 你不能够一美念过去的最大功劳 而将他长期等待 我们的球迷就说得很轻松 球会要继续出价 就算他愿意减薪 还要出价 还要负担他 在这个阶段 告一段落 在一个不算太过下滑的情况下 离开 还在一个高位置离开 我觉得迪基亚也是不错 可以选择其他球队 不过其他球队 有哪间球会可以负担他的高薪 这个我不敢说 这位凌木彩艳的特点 就是他身体的游人承磨 说他曾经加入过学校的游道部门 关于这个凌木彩艳 说他创下了球会历史上最年轻的记录 16岁就跟蒲和红钻 签下了一份职业合约 说他爸爸是加纳人 妈妈就是日本人 在个混血儿 六尺三寸的身高 作为一个龙门来说 身体条件的确是挺吸引的 不过传媒报道的资讯 大家都不一的 有些人说他没有在日积上阵过 有些人说他在日积上阵过 当然日本联赛杯 曾经以主力的身份姿态上阵 我查一些资料 他日积联赛有上阵过八场 我刚刚找到这一段 就在去年的九月份 在对柏雷素尔 以及六岛六角 两支知名的日积球队那里 凌目採验都是正选姿态上阵的 虽然蒲和红钻的正选门将西村周族的表现很稳定 到现在他没有办法 抢走他的正选为止 至于去到国家队的层面 他曾经代表国家队上阵的东亚杯 不过大家知道东亚杯属于次一级的比赛 第一场上阵 就是对着香港队 大炒香港队的比赛 不过我有个熟悉日积的老友 比利哥跟我说 他说这件事的炒作成份 其实都不小 所以作为日积专家的他 他说有不少朋友问起他这件事 他都不是怎样去发表 亦都没有出过任何的post 去讲这件转会消息 至今只有这个传媒 这个日本的媒体就是Spronichi的报道 其他一些主流的体育媒体 都没有出过声 所以这件事究竟是真还是假 大家看看事态发展 不过也好的 对于一些少关注日本足球的球迷来说 今次又会认识多位 在日本国内 颇具潜质的年轻人门将 认识多个人 我认识是没有坏的 不过就算他过来曼联的话 肯定又不会立即被他担当主力位置 好了 今集另一个标题就是说卡斯道 是一轮的转会消息 近这个星期 大家会发觉卡斯道这个名字 好像被冷落了 最多都是说盛传还在谈谈 或者最顶碰是说达成什么个人条款 而在说的 和他联合得最迫 都是这间球会 就是车路士 但问题来了 现在白礼顿的价钱 要1亿磅 将他等同比林咸 等同迪勤怀斯 亦都要给他 可能成为将来队友的 安素费兰迪斯等等 这些球员 上亿磅的中场球员 是要齐架的 纵使不是齐名 都是要齐架 但是要这样看 安素费兰迪斯 人家已经是世界杯的冠军了 比林咸就合力多蒙特的时间 波蒙特本身也是一间 常年去勾战的球队 比林咸成为了 英格兰国家队中场的正选 迪勤迪斯也是英格兰国家队中场的正选 是徐仔帮多年以来的核心球员 也是本土英格兰籍的球员 价格也会高些 而最重要一点 我觉得挺烦人的 就是他在冬季 不能转会到阿仙奴 然后马上跟白礼顿续续合约 我不明白他如果想走 为什么要在那个时间续份合约呢 继续留下 不就是继续踢完那半季 才讨论转会的话 没有那么多障碍 但是一续和白礼顿续续到2027年 就被白礼顿下 可以不断地撩起那价 问题是 白礼顿现在所谓 就算你要摆到他 大家同价一亿 他也可能要再看看 哪个价高者 即是他不像敌人坏斯 韦斯咸摆得明白 是啊 我是大咬的了 但是我大咬这个价就可以了 你给我吧 或者那边的比零咸也是 我大咬的了 但是你给这个价 我就给你的了 但是你现在什么都不是 你现在 即是白礼顿放卡斯奴的价 是 现在有点 我觉得是坐地起价的 你不知道他怎样再撩高一点 这一点 我觉得 这件事情会挺繁复的 不过这样的 随着重要目标都陆续埋起位的情况下 可以选择在市场上 其实又不是剩下太多 当然是有一定能力的球员 你现在算下去 卡斯道 拉维亚 和爱华顿 比利时各国中场 奥兰娜 可能奥兰娜的新价 就未必能及到卡斯道 但卡斯道的全面性 在这几位球员当中 暂时到这一刻的发挥出来 水平平均是最高的 穩定性也是 拉维亚潜质就优厚 但是穩定性 在防务的专注性 过去一个在修咸顿那里 未必是这么好 做得这么充足 所以大家都要衡量 每一个买得到的都不便宜 还有一件事情 之前的麦卡里士达 在白礼顿 3500万就过去利物浦 因为那个 有个委约金的条款 其实麦卡里士达 大家都知道 如果真的按照这个市场价 正常合约期内 去卖它 怎样只是你的数据 他问白礼顿 会不会是想 连麦卡里士达 那一筆 差距的数目 都想从卡斯道身上 一次过挖回 那对买卡斯道的球会 就不是很公道了 所以目前 无论如何 全马车路士 已经和卡斯道 达成了个个人协议条款 这是他自己 个人协议条款 但对于白礼顿来说 继续和你坐地起价 摸到可能在你八月中 英超开季之后 到尾顶 但不要管了 车路士继续密密去入货 最新入了一件 17岁的天才球星 他就是来自爱华顿的 17岁天才新星 史密斯 合约签签了三年 费用就是大约三百到四百万英镑之间 那么这个交易 就已经达成了 史密斯是可以担任左后房 也可以客串中间的位置 基本上这些年轻的球员 不要那么快地将它定型 可能他未来会成为中场 或者前锋攻击球员 都未定 好了 今集的节目时间就差不多了 那么看看明天 或者后天 有没有突破性 根据爆炸性的新闻出现 今集谈到这里